这个视频主要是怎样包粽子的 粽子可以做咸的,甜的,可以做豆沙,可以做蜜枣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视频主要是讲包粽子的手法 先准备一根绳子 绳子的长度呢,基本上是整个这样子 从头到底,一臂的长,两臂的长度 然后把它剪断 基本上是这样一根长度 我们这个粽子的线的长度准备好了 然后拿两张粽叶,这个粽叶最好是煮过的 这样的话它会不太容易破 然后粽子的粽叶,硬的那根筋的部分呢,两片都是向外 然后一阵一反,这样子放着 好,这样子现在移到这边来看我准备这个粽子的这个手势 首先用这个,我们先把它折一个折一个漏斗形 折漏斗呢,主要是用右手折 用这个右手,这样把它折过来,然后浇到左手 好,然后这个部分是在右手,左手的上面 然后这个手握着的,就轻轻的握一个圆筒 然后把米放进去,我们这个米只不过是现在是用它来作为一个demo 所以呢,它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包肉的,还是甜的,还是咸的 这个可以大家自己做 现在这个视频主要是说是怎么样包粽子的这个手法 然后把这个放进去以后了呢,接下来就把这个上面这个这样子折过来 折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手要保持这个三角形 然后折过来以后呢,把这边先折过来 好,在这边折过来,保持三角形 然后很重要的是这边要往左折过去 好,就这样子是一个很漂亮的三角形了 然后用绳子要注意,从上面绕到下面 这样,用力扎紧,这是很重要的 好,用力扎紧,好,这样就差不多可以了 剩下的就是把脚,脚的部分可以缠绕一下 把脚的部分缠绕一下 好,接下来就是把这个上面给扎紧就可以了 手一直握着 保持整个粽子是紧实的一个状态 拉紧,好,然后在上面 它寄一个结 好,这样一个粽子就做好了 添加冰淀川 好,这样子就会 对,好,这样子就会